我的创作的这个灵感当然是来自于就是我生命和生活的一种经验里程 现在我做的这些主题性的创作是一个欲望风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传达的是对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贪图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主题基本上是表现就是对欲望的这样一种充满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的一个一个粉刺和一个质疑 一个质问吧 所以说我的信息里面传达出来的最直接的是一种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就有一个艺术家通过一个抽象符号形式表现的一个一种观念和形式吧 当代水墨我觉得是一个所谓现在人的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定义 当代人活在当下自然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也不必须刻意定这样一个一个定义 那在其实在八十年代抽的时候那我已经开始做当代水墨的这样研究和实验性 接着到现在为止没有想到赶上时髦了 变成一个时髦的话语了 所以说而且定义成一个叫什么当代水墨 甚至想特地独行 我觉得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它都是存在的 我那是生长在中国西部 然后呢自学画画考上大学 经过山东工艺美院传统的教育 之后毕业去新疆 北京 在德国 在美国生活创作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创作的里程 所以在这段生活过程中呢 我呢吸取了各个地域的文化的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所谓精髓的东西 当地的这些文化和整个的社会背景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通过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文化信息的这样一个参照和影响 我也在我的创作元素里面也有体现 在这在近些年里面做的一些重要的展览有就是在德国的RAB的这样一个展 等就是隔几年的一个展览 还有在英国的一些展览一些各展 还有在纽约的各展 还有在德克萨斯州 迈阿密 还有在这个上海博物馆 上海美术馆的展览 以及就北京当代艺术馆等等的一些各展 这是我近些年的一些重要的展览吧 一些参加的展览像大都会展览啊 包括波士顿博物馆等等一些 以色列 意大利等等 包括威力斯以及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现在收藏的重要一些博物馆和机构呢 应该是大都会博物馆算是比较早期收藏 还有波士顿博物馆 还有大英博物馆 还有这个喜马拉雅美术馆等等 国家博物馆 以及就是世界各地的有30多家博物馆收藏吧 以及意识机构 所以说这二三十年来 我也数不清楚有多少个收藏者和收藏的机构 将来的创作这个元素 我想要是离不开对社会的反思 以及对人最基本的一些元素的这种参照 因为我一直以来对主题性的 比如说文明景观 天然地方 以及就是欲望风景等等 都是与人与这个文明这个历程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我这些主题还是抛不开 就脱离不开这些最基本的元素 我不会就是停留在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美学的定义 或者是一个商业市场的一个定义上去做拓展 我相信我会更关注的是 与对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的一种延伸探索 我大概浏览了一下 这次博览会我觉得是目前看到 就是在全世界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博览会之一 因为什么呢 它规模不是太大 但做的主题性啊 文化的虚异性和国家性的 这种小的宽片的风格和展览 整个的这个氛围营造 我觉得很好 非常的专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博览会 这件作品呢 是我在三年前创作的 从媒介上的 我是从这个东西方的这种元素上 我做了一个转换 视觉感觉是一张水墨画的这种视觉效果 但它完全是西化的媒介来做的 然后呢 主题呢 是欲望瞳孔 也是欲望分解的这个系列里面的一个延伸 欲望同伙我们生下来 眼睛睁开 我们就对这个世界是陌生的 我们的第一欲望是 是要一个求生的欲望 然后当我们有能力就是对这个世界 有一种幻想和一种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展开我们 全部本能的欲望的翅膀 甚至开始向国家主义 人文以及整个体制类里面 就会参与进去 那么有时候就像一个 拧在大的机器上螺丝一样的 我们会卷入这样一个社会 那时候我们的瞳孔就会越来越大 最后放大到无限的空间面 比如说我们对财富的 对金钱的荣誉的这种欲望 对这种占有 是无法控制的 而且是没有具现性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 动物本能的一种欲望 也是最悲哀的一种 就聚焦在人群体里面 是最悲哀的一种一个现象 就是从我们生到死 我们的眼睛睁开到最后合起来 这全过程中 无时无刻都充满着欲望 这样一种幻想 所以说这个系列里面有 现在新的一些作品 包括在亚麻纸上的一些材料转换 和观念上的一种转换 对这个主题更进一步延伸的 一系列作品 现在也正在进行中 包括下面的 在瑞士的当代馆的一个个展 这个主题就是欲望瞳孔 这样一个标题 所以说现在正在进行时 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能够见面 这次来到新加坡的感觉非常好 而且是第一次在这做一系列的活动 而且参与这次新加坡的博览会 这次还有一个明天的演讲等等 我觉得留下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一个印象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也未来我有一系列在欧美的 乃至亚洲的一些 有五个国家和博物馆的展览活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谢谢